一號上九時就上這個包車 就去日月潭 現在在台中出發 你接收吧 因為你用包船 這個車就坐20個人 台中這個車 你如果說算人頭的一個人頭是300 他的票 好 這條高速公路限足是110公里每小時 現在我方向這個計月潭行駛 現在都到達計月潭 我們待會下車的地方 蛤? 我們打車來,趕馬路來 已經與我家考慮無話題 前面那個是酒店 前面這個 這個 單飯店 多少錢一碗 便宜哦 多少錢 四五千跑不掉 四五千 差不多吧 旁邊這裡的就比較便宜一些些 對對對 所以他那個還可以看到這個 肯定啊 哦,這裡八七總港 八七總港 八七總港 蛤? 對 所以我 對,大哥 你們中午的話是 要吃這邊 這邊吃還是說比較好一點的地方吃 誒,有個開頭 先在這邊拍個照 好像傳老大過來 好 漂亮 誒,連接我們一起拍個照 好 現在就是10時23分到達日月潭 行車時間一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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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我看過你拍的照片 沒有光明 我只會講國語而已 沒問題 你介紹一下風情 傳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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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南話也可以 明南話可以 開玩笑 開玩笑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你只會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香港買的香很香 知道怎麼唸嗎 這個三個香都不同音 香港的香很香 介紹一下 香港買的香很香 那三個香發音都不一樣 好 首先歡迎各位麗麟這個日月潭 船長先自我介紹一下 船長畢姓黃 草頭黃 黃色的黃 這個不是錄音的 這是現場直播的 現場直播的 先看一下右邊往上面看 有沒有看到這棟三角形黃色建築物 樹木後面這個 小小的 這是以前台灣的領導人 蔣介石的教授 蔣介石 對 蔣介石以前 信奉基督教的 所以這個名字叫 耶穌堂 就是早期蔣介石所留下一個教堂 叫耶穌堂 蔣介石以前 他也很喜歡到這個地方來度假 蔣介石以前住的地方 就在右邊 你可以看到這座山 這座山就是以前 蔣介石在度假這個行宮位置 當然以前是不能夠靠近的這個地方 因為這裡駐守的這個軍隊 就是阿兵哥 在這裡保護他的安全 所以這個地方 任何的不准靠近這裡 這座山叫什麼山呢 叫做黃龍山 黃龍 這個日月潭有兩條龍 一條叫黃龍 一條叫青龍 好那右邊下面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的小亭子 下面這個 小梁亭 蔣介石的梁亭 蔣介石專用的 以前這個地方 任何人不准靠近這裡 這個行宮位置 但是老蔣的行宮 在1999年9月21號 發生了一個大地震 現在倒掉了 現在看到上面這個建築物 這個是一間酒店 這是日月潭當中 比較高檔的一個酒店 這個酒店的名字 叫做韓碧樓酒店 韓碧樓就是這三個字 老蔣他這個行宮名字 這個酒店一個晚上 一千塊錢 當然不是台幣 就是美金 對 蔣介石的行宮 這個地方酒店比較尖 就是一千塊美金 酒店 那這個浴衡水是很深的 所以我們這個上下場 還是要小心一點 這個水的話 平均深度大概在二十幾年 最深三十幾年 有沒有聽說過水底一下 什麼都去最多 沒聽說 有房間 我住在日元 住了四十多很多面 有房間 好 好 我告訴你 整個東西最多嗎 就是那個手機跟相機 對啊 對啊 拿好 太早就好 好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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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船長我也跳了兩次手機 所以你手機相機 萬一跳下去 不要吵 船長 我是會游泳 但是船長幫你跳水下去 解你的手機跟相機的話 你可能要等我兩三天 魯就是那個魯冰遜那個魯 拉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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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魯的意思就是 少祖的語言翻譯過來的 這是少祖的一個祖先 他們這個祭拜祖先的地方 現在也沒有了 因為人太少了 跳不起來 好 來到了 我再給你介紹一下 來這裡 來這裡 在日月潭飯怎麼吃 暫時來三味菜 先吃著 先吃著 一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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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菜 白鮮果 多了 八菜一汤 看 吃狗大鬼 八菜一汤 看 少伯啊 少伯啊 所以 台湾那个蒋叉 这个是 日月坛 日月坛古早味 什么饭店 古早味野菜餐厅 来到这里的话 只有吃到我们当地野菜 最特色 农特产品 然后有我们里面 有一个招牌猪脚 因为你们今天实在太赶了 没有泡河帮你们推广 2点3等分 吃完午饭了 那就去清景牧场参观 那边 那边 刚才变个食咖啡来出来 左手变个鸡 那边 你去过 你去过没有 原本要带你们去那边 你说不要去死票的 上去 上去 下一个我就不知道在哪里 也没看到 民족在哪里 几个鸡 這裏可以騎馬 是騎馬 是騎馬 在這裏騎來騎 不是是牧羊 是牧羊 慢點啊 就兩時三十三分 由清景農場 就返回台中港碼頭 應該下山了 兩三個大埔山的高度 當然 是不是 單程行駛 所以開不得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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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計劃 就是台中碼頭去嘉義 一個小時 由嘉義 到阿里山來回 車程 三個小時 街上來 行車時間 到阿里山 就要五個小時 據說 我們要半個小時吃飯 兩個小時在山上走 那就夠時間了